不如冬天,中医认为,冬煮收藏,已早睡晚起,睡眠是人体的加油站,是精神的充电站,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受凉,不要过度活动,防止汗出得过多,从而使阳气大量损耗,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就是顺应冬气,养护人体避藏机能的法则,最主要的就是要不受干扰,外泄阳气。 然而,很多人却辜负了收藏休养的好时光,每天喊着想睡觉,却总也睡不好,犯了失眠的毛病。 别人一觉醒来精神百倍,这些人却总是身心疲惫,被失眠绑架的人心里苦。 睡眠不好,人有食伤,人一生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 大量研究证实,睡眠的好坏与人们的健康密切相关。 睡不好的人往往疾病缠身,睡眠质量高的人则会拥有更好的情绪、精神和运动表现。 经常失眠或熬夜的人,通常很难逃过这人体食伤。 1. 耳聋耳鸣 睡眠不足亦造成内耳宫穴不足,伤害听力,长期熬夜可能导致耳聋。 2. 肥胖 熬夜的人经常吃夜宵,不但难消化,隔日早晨还会食欲不振,造成营养不均衡,引起肥胖或患上脂肪肝。 3. 皮肤受损 皮肤在晚10点到11点进入保养状态,长时间熬夜,人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会失调,使皮肤干燥,弹性差,会暗无光,出现暗窗、粉刺、黑斑等问题。 4. 记忆力下降 熬夜者的交感神经在夜晚保持兴奋,到了白天就会出现没精神,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表现。 5. 肠胃危机 人的胃黏膜上皮细胞平均两天到三天就要更新一次,并且一般是在夜间进行的。 如果夜间进餐,胃肠道得不到休息,会影响其修复过程。 6. 免疫力下降 经常处于熬夜、疲劳、精神不振的状态,人体的免疫力会跟着下降,感冒、过敏等就会不期而至地找到你头上。 7. 增加患癌风险 早在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熬夜归为2A类致癌因素。 8. 不对睡姿会致癌 说起睡姿致癌,很多人会感觉很荒谬,但是有专家研究长期右侧卧会造成食道癌。 右侧卧时,胃部比食管高,造成胃酸反流到食道中,甚至是喉部,造成咳嗽、气喘、胸部不适等症状。 长期右侧卧会诱发食道癌。 注意,这里说的是长期,一直右侧卧。 其实不良睡姿除了会诱发食道癌,一些其他的癌症和疾病也会因为不良睡姿造成。 在谈睡姿之前,我们要知道,入睡时间才是一夜好眠的前提。 该什么时候睡? 夜晚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是身体器官排毒的时间,所以说熬夜是慢性自杀。 养生专家给的建议是,晚上睡觉时间是22点到第二天7点。 其实这个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的移动。 午睡时间不宜超过一个小时,最好选择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入睡,这样不会造成脂肪的堆积。 知道了睡觉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选择合适自己的睡姿。 睡姿健康排名 第一名,养卧。 养卧是身体健康人士的最佳选择。 养卧可以防止后背和脖子疼痛,防止胃酸的反流。 同时爱美的女性可以减轻皱纹的产生,保持胸部坚挺。 第二名,侧卧。 侧卧又分为左侧卧和右侧卧。 侧卧同样可以防止脖子和后背酸痛,还可以缓解打酷。 孕妇选择侧卧,可以保护胎儿不受伤。 第三名,胎儿型睡姿。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胎儿型睡姿。 手脚缩成一团,如同胎儿在母体时的姿势,这就是胎儿型睡姿。 这种睡姿唯一的优点就是缓解打酷。 这种睡姿很容易造成肌肉紧张,造成起床感到疲惫和无力。 第四名,俯卧。 俯卧就是趴着睡。 美国提倡婴幼儿趴着睡,说是有利于胸腹发育,同时有一个漂亮的脸型。 但是中国并不提倡。 趴着睡唯一的优点就是缓解打酷,缺点有很多,很容易造成疲惫和呼吸不畅。 睡姿是人类最坏的睡姿。 看了这么多睡姿,那么该怎么选择睡姿了? 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同,所以也有不同的选择。 八,肝脏受损。 烫下休息时,进入肝脏的血流量比站立时多,有助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 如肝脏得不到休息,已受损的肝细胞会难以修复且易恶化。 九,诱发慢性疼痛。 睡觉时,全身肌肉松弛下来,长期失眠容易造成肌肉紧张,起床后昏昏沉沉,甚至诱发慢性疼痛。 十,心脏病风险。 熬夜时,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会造成血管收缩异常。 长期缺乏睡眠,人就会感觉紧张、焦虑、容易诱发或加重高血压。 这些表现说明你的睡眠很差。 一,失眠。 只持续一个月以上的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以及早醒。 主要表现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醒后再难入睡。 天没亮就醒且无法再睡。 二,睡眠效率低。 睡眠效率是指实际睡眠时长,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所用时长的比值。 比值越小,说明睡眠质量越差。 三,睡眠潜伏期延长。 潜伏期是由清醒进入睡眠状态所需要的时间。 睡眠潜伏期延长多表现为上床后需要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入睡。 四,反复醒来。 主要表现为睡着后反复醒。 虽然每次时间很短,不影响总睡眠时长,但会破坏睡眠的完整性。 五,白天犯困、焦虑。 包括白天频繁出现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积极性不高、情绪不稳定等。 可表现为试睡犯困、容易生气或焦虑、甚至爆发攻击性行为等。 六,想午睡而不得。 若是有午睡意愿,却没条件午睡,大脑就可能出现代谢废物堆积。 七,多梦多动。 可表现为晚上爱做梦,并在梦中出现暴力行为,如拳打脚踢、床上翻滚等。 有时还会伴有愤怒言语或大喊大叫。 胡乱补教危害更大。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过度关注睡眠时长,反而忽视了睡眠规律。 不但每天的入睡时间不固定,还试图通过胡乱补教来缓解身心疲惫。 这是非常危险的。 美国心脏病学会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表明。 一,睡眠时长的差异每增加一小时,心血管疾病风险就会上升约39%,若超过120分钟,风险可增至114%。 二,当入睡时间的差异在31到60分钟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16%,若超过90分钟,风险就增加了111%, 且入睡时间差异每增加一小时,风险就上升18%。 这意味着,保证每天在固定时间入睡和起床,更有利于保持昼夜节律,更健康。 此外,大家也不要试图采用碎片化的睡眠来弥补睡眠缺乏。 有实验证明,这样的睡眠并不能缓解疲惫,还可能会造成记忆力和认知损害。 所以说,按时作息比什么都重要。 改善睡眠的十个方法。 世界睡眠协会推荐以下十个措施来实现睡眠健康。 对照一下,找找差距。 一,相对固定的睡觉时间和起床时间。 二,如果你有小睡习惯,白天的睡眠时间不要超过45分钟。 三,睡前四小时避免过量饮酒,不要吸烟。 四,睡前六小时避免摄入咖啡因,包括咖啡、茶叶和各种苏打水,还有巧克力。 五,睡前吃点小吃是可以接受的。 五,睡前四小时避免吃重口味、辛辣或含糖的食物。 六,有规律的锻炼,但不要在睡前剧烈运动。 七,是用舒适的被褥。 八,为房间设置一个适宜睡觉的温度,保持房间通风良好。 九,排除所有的干扰噪音,并尽可能消除光污染。 十,床纸用来睡觉,不要用做办公室、工作间或娱乐室。 小贴士,中医针灸,能助眠。 从经络来说,通过针灸或推拿等方法,作用于敲脉来调节阴阳,有很好的助眠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学位就是深脉和赵海。 深脉为阳敲之始,足太阳膀胱经之旭,蜀阳可谢之。 赵海为阴敲之始,足少阴顺经之旭,蜀阴可补之。 这两个学位,在睡前点揉,可以起到很好的助眠作用。 失眠的朋友不妨一试。 一夜睡不好,一天没精神。 夜夜睡不好,天天都煎熬。 总之,由此可见,能睡一个好觉,对养生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保证睡眠的时间和质量,平时也要多锻炼身体。 饮食上也要健康,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 尤其希望经常失眠的中老年朋友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养一个好身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